字幕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宗杰 然後現在呢 我把我銅甲這台改成是海螺台 然後我想要實測一下 現在最近最夯的海螺 大概一個禮拜的收入會怎麼樣 然後我目前的設定是兩拍多一點 兩拍半 所以大家在拍的時候要提早拍照 這樣還是太晚拍 要再早一點 這樣就出貨了 標準解 如果捏太多的話 它就會這樣子內丟 好 那就讓我們看 下禮拜來收點的時候會 大概會多少吧 下禮拜見 掰掰 今天一個禮拜到了 然後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下 海螺台的一個禮拜的收入到底有多少 我這一台機台是在逢甲 然後這邊是人潮最多的地方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海螺台一個禮拜的收入 還好誒 不是很多誒 好誒 這個是一個禮拜的收入 然後我看一下螢幕它累計的那個金額 其實好像不是很樂觀 那我們回去算一下實際的金額 大概是多少吧 我們來實際算算看 收回來的錢到底有多少吧 我買的這個錢盤是2500的 我現在在網路上還在找大一點的錢盤 但我是去小北百貨 那小北百貨沒有賣 沒有賣那種更大的 好 這是第一個 2500 好 這是第二盤 2500 第三盤沒有滿 這樣子大概是2390 2390 73900 是我們收回來的實際的總數 我們總共出了13顆螺 一顆螺我們算650 650 乘以13 8450 光螺的成本就要8450 然後再加上租金 租金一天是250 這樣子7天 這樣子7天是 1750 算不下去了 哇 10200 我們總共13顆螺 13顆螺 8450 租金1750 這樣加起來是10200 那我們再把10200 減掉7,390 減掉7,390 哇 總共虧了281 哇 連我的薪水都快搭上去了 應該是說已經搭上去了 怎麼那麼慘啊 有點心灰意了 不過OK啦 這算是一個實驗 海螺台一個禮拜的收入會有多少 而且這個數字也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一定有的人虧更多 或者是賺的人也很多 可能 就我剛好是虧的那一個 虧了2800億 不過目前我的那個 紅甲的海螺台已經改成是彈跳台 然後一樣會 後續一樣會拍 海螺彈跳台 一個禮拜的收入給大家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 然後幫我分享出去一下 大家掰掰